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没有崛起以前 特别是90年代后期 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挤破头了 想进入台资企业工作 而现在很多毕业生 似乎都达成了共识 也就是不要进入台资企业 甚至很多自以为 看透一切的人都说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不要入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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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这种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 就是薪水问题 中国大陆的企业 相比于台湾的企业 在同级别的公司当中 相对来说薪水要高于台企 当然这是在中国大陆 发达城市的薪水 其他的还不能一概而论 其实在中国人的思维中 除了薪水还是薪水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只要能改善生活 赚到更多的钱 哪个公司给的多 就去哪个公司 但这在台湾不完全是如此 在我看来 大陆企业与台湾企业存在的差别 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分别是文化 科技 服务 品质 品味和品格 这六方面 台湾比大陆企业 要做得更好一些 特别是文化和品味 中国大陆的企业 的确更需要提高 几十年前 在各行各业 台湾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 比如小小的豆浆 在台湾就有了永和 眼镜则有了宝岛 蛋糕则有元祖 方便面则有康师傅 饮料则有统一 面包还有85度C 这些早期的企业 在中国大陆 都如雨后春笋般的爆发 但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 并没有真正的 给予人们更多的文化和品味 这原因就是因为低价策略 另一原因是在中国大陆 比较特殊 附加值的提升不足 经营企业有不同的层次 由下到上包含企业 行业 商业 生活形态 文化意识 企业发生变化 是因为行业发生了变化 行业改变 则由于商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现在的市场 看不到家用录音机了呢 因为整个商业结构里 已经没有家用录音机 这一环节了 商业结构的变化 因为生活形态发生了转移 现在咖啡馆比茶馆还多 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 喝咖啡的生活形态 导致了这种商业形态的改变 由于受到美式文化的影响 让喝咖啡成为潮流 所以生活形态的变化 是由于文化意识发生变迁的 所以文化意识 才是真正带动经济改变的因素 台湾所有的文化 包括外国文化和大陆各地的文化混搭成为 适合台湾又符合国际潮流的一种新文化 比如同样是卖小笼包 在上海老庙前卖30元一笼 而台湾卖小笼包的明太鼎太风 在上海卖到了100多元一笼 同样的东西流入台湾再回到大陆 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这得益于将民族文化 风俗文化 企业文化 餐饮文化融入进了产业里 使企业的价值得到了提升 台湾企业在对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 与现代理念的整合上做得比较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台湾故宫参观的人数 没有北京故宫的人数多 门票也低了一半 但是整体的收入却比北京要高得多 因为台湾故宫卖场所卖的各种商品 以及卖场外的各种产品研发 都是经过文化授权的 而文化授权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 文化力量是实现全球领先的关键 文化创业产业在台湾是一个重要的产业 并且具备完整的配套 这一点在我之前的视频当中已经介绍过了 而这一部分对于大陆的企业来说 正是需要质的提升的部分 另一方面 台湾的高科技在全世界有其未知 大陆制造的手机价格便宜 功能强大 其实 这些手机60%以上的芯片 是由台湾的联发科提供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陆的壳 台湾的新 一直以来 台湾为美国日本品牌做代工 具有最好的全球代工制造基础 苹果公司的iPhone 以及iPad 大部分都是由台湾的富士康在做 台积电在为英特尔 甚至全世界生产半导体产品设计和研发的工作 在长期的发展中 领先世界让人羡慕 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企业 就要成为标准的制造者 大陆和台湾完全可以共同合作 大陆拥有庞大的市场 台湾则熟悉国际性研发标准 行业标准 产品的标准 服务的标准 大陆的产品和市场 驾接台湾的高科技 未来有可能产生华人的标准 制造标准的人才 是制造游戏规则的人 台湾有许多发明专利 是世界领先的 但因为市场太小 导致科技成果没有迅速的量化 有些人期待两岸合作 将那些科技发明生产化 利用大陆庞大的市场优势 可以迅速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现实是台湾拥抱了世界 而中国大陆的市场也没有丢 而是更加多元化的 开拓了半导体方面的业务 从这点上来说 有点中国大陆一厢情愿的意思 的确大陆有广阔的市场 但这跟全世界比起来 还是小屋见大屋 台湾的眼光和思路是正确的 比如台积电在全世界布局 就是其中一种体现 在这方面中国大陆也想 但是半导体行业 没有达到这个实力 台湾的服务业相对成熟 我们以咖啡为例 从咖啡地栽下的咖啡豆 用于交易卖一元钱 咖啡豆包装起来 在超市出售卖两元 咖啡豆磨成粉卖四元 将咖啡煮一煮 可以卖到八元 而这些都是赚加工的钱 如果我们租或者买个店铺 用咖啡机制作美味的咖啡 并可以让顾客在店中 做上半天的时间 这杯咖啡就能卖到16元 这赚的钱就是服务的钱 一般的产业加入服务的因素 价值就会得到提升 而台湾很多服务业 都是在做这种工作 台湾的酒店业发达 服务对于酒店来说也非常重要 台湾本来是靠贸易做起来的地方 要靠跟全世界打交道 帮助全世界才能成就自己的价值 因此在服务方面 钻研的非常通透 台湾的酒店服务已经很优质了 但是在此基础上 服务仍在进行不断的提升 如一般的酒店 都需要客人在大堂排队 办理入住手续 现在的台湾酒店业 就在尝试在房间 为客人办理手续 将人性化做到了极致 我再举一个 网品台速牛排的例子 在网品用餐 对于12岁以下的孩子 除了主餐之外 其他的餐点都是免费的 我就看见四个家长带着七个孩子在用餐 所有的孩子都享受这次待遇 这就是人性化的服务 台湾不仅仅靠文化科技赢得了肯定 而是台湾固有的深层次 发自内心的服务意识 以上是商业服务方面的情况 还有一种服务叫自愿服务 台湾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 也为社会提供服务 体现了志工精神 企业的品质在无形中也得到了提升 大陆企业正向国际化迈进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更需要得到提升 比如MIC大陆制造和MIT台湾制造 哪一个卖得更贵呢 以往至今应该还是MIT 这是因为长久以来 大陆企业生产主要是靠量 而其实品质是最为关键的 台湾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而MIT的声誉是经过台湾几十年来 打造的国际影响 比如很多届的世界杯 有十几支球队的球服是台湾制造的 而且是用废弃的塑料瓶来做的 环保型制造不仅卖出很好的价格 而且得到了全球的认同 再来看品位和品格也不容忽视 如何享受生活 这是由人的内心品位来决定的 以穿名牌开好车来拥有社会地位 是过渡社会的表现 大陆可以盖得起很好的机场 但可能会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的现象 住得起豪宅却不一定有很好的品位 品位提升是个很大的产业 由于台湾比较早 并且较好的介入了国际社会 当大陆在盖豪宅的时候 台湾开始强调建筑的简约 节能和绿色 这才是品位 品位可以提升自信 有品位才会受到人的尊敬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小伙伴 谁能列举出中国有品位的世界级的大企业呢 我想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互联网上的这些公司 然后是一些大型的国务企业 真正融入世界的真正有品位的 请你告诉我是哪一家 这种思考我们不常有 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 更深入的想这些问题 而是更多的在想 我如何更好地活着 反过来我们看台湾 很多企业都会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企业的话语 或者员工的话语都会受到重视 而且有更多的途径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诉求 这对企业管理部门 企业管理者都有约束 而我们呢 也有 但要符合正规的法定程序才行 所以没有企业愿意在品位上下功夫 因为当你煞费苦心的 还在努力的为提高品位 而努力的时候 很可能就被干掉了 但我想说的 干掉你的绝对不会是市场 而管理者不会思考管他是什么呢 反正都得死 这就是危机感 所以企业如果一切向前看 有资金就是王道 不得不说距离台湾世界级别的大企业 差距那是真的太大了 您觉得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游侠小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